全市的疫情近几天呈下降的趋势 单日新增报告100例以上的接症 已连续3日降低 社区扩散得到有效的遏制 浦东 敏航 松江 清浦和浦陀等五区 近3日疫情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 徐慧 杨浦 鸿口 藏陵 宝山和嘉定等六区 疫情总体处于平台波动的状态 黄浦区的疫情仍有小幅的上升 静安区的疫情上升的趋势趋缓 奉贤 金山和崇明等山区疫情持续低位 金山区和崇明区首日达到社会面清理目标